好,那麼您執行了之後,您會發現左右縫圓 在這裡 有沒有知道這裡有一個? 右手邊也有一個? 會有兩個 所以你隨時想要使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從左右兩邊把它叫出來 那我先調查一下 有沒有人是使用雙螢幕的 就是你可能就是 我有兩個螢幕一起工作 我平常現在工作也是這樣 如果你用的是這個的話 因為是雙螢幕,所以它會問你 你的這個畫筆要出現在 第一個螢幕還是第二個螢幕 會多一個,那我們只有單一個 它就直接就執行了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做簡報的時候 市場可以選擇 那你從這邊也可以叫出來 也可以從這邊叫出來 就看你想要用哪一邊 那早上的畫筆模式就是這個 就在這邊 所以變成筆之後,您可以在這裡 這個 對,它可以變中文 變中文的語系 您就直接從下面這裡 像我現在進入畫圖模式之後 如果你想暫時離開 按一下滑鼠 這樣就可以回到這邊操作 或者 來,我先這樣 好了,來 來 好,我們看一下這裡 比如說我在這邊 我先做了一些記號之後 那你想要暫時離開它 你可以回到標準的電腦操作模式 好,那你如果再進去 有沒有發現你的筆記還在 不會因為這樣就不見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如果你要把它設成中文 你來這邊 在下面這裡 它會有一個這個圖 你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setting 好,我們把它點一下 好,進來 有沒有看到中文 你可以從這邊 選擇中文 這樣你就不用擔心了 好,這樣 對對對 它有支援中文 所以你點進來 這樣 有沒有看到那個 暫顯墨水的 好 寫完就會自動把你擦掉這樣子 如果你是這一種 你看 這樣了解了嗎 寫過就算了 所以這個是暫時 偶爾如果你有需要用到 你可以像這樣子 好 OK,所以它可以像這樣 好,那筆記會幫你留著 好,會幫你留著 那我們剛剛呢 我們早上那個錄影就是在這邊 甚至有時候你要有鍵盤 你可以按一下 它就有它的鍵盤 會跑出來給你用 好,你就不一定說一定要那個 那像現在這個時間 因為你還在畫筆的模式 所以如果你要可以操作電腦 你就要回到什麼 滑鼠這邊來 這邊就可以關掉 了解 而且如果你真正不想要 這個筆記影響你 你就回到電腦模式就好了 對對對 有沒有桌面模式 所以我再進來 筆記就還在 那當然如果要清掉 就從這邊直接清掉就好 這樣就可以完全清掉了 這樣下次你的白板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好 OK,這個是我們先 先針對就是早上講的 因為在這個地方讓大家看比較清楚 比較清楚 所以您待會兒可以稍微試看看喔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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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